台湾领导人马英九顺利连任两岸的经贸关系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持续朝向稳定深化的方向发展 然而在选前争一多时的两岸和平协议触及的军事和政治层面的谈判 以目前两岸先经后正的发展末期来看 两岸学者都预估马英九在第二个四年任期不会有显著的进展 维持台海不同不独不武的现状 并且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维持台海现状和坚持九二共识是马政府上任以来不变的两岸主张 在这个三步的架构下马英九顺利推展的两岸经贸关系 未来四年在新民意的支持下两岸交流势必更加深化 第一个就是ECFA的深水区继续的发展和讨论 第二个就是两岸文化交流的框架 大概会大陆会很希望在马的第二任能够牵起来 第三个就是他们会很认真的去讨论一下台湾的国际空间 到底这个复杂的问题怎么解决 以两岸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末期 马英九在大选时抛出两岸和平协议 敲开了双方在经贸交流的基础上触及军事和政治谈判的可能性 要让大陆的领导人根本不会想去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海问题 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把不同不独不武的 这个原则当中不武的部分越制度化越好 马英九的第二任的任期之内都有可能可以来开始 试图来做一些突破的 但是对于正式的协议的话 我并不认为未来的四年能够很快的能够达成 而另外一方面的话 当然马英九提到说要建立所谓的两岸的这个军事的互信机制 尤其像一些在飞弹撤出一些议题上能够有一些进展的话 我相信对于台海两岸的稳定仍然是具有一个高度正面的一个意义的 马英九的连任也代表台湾民意对于两岸和平有了共同的期盼 但现阶段两岸还处于迈向关系正常化发展的进程 许葛认为军事和政治议题还需要更多的时间酝酿 在一些比较低层次的或者说比较一些基础性的一些问题 但是跟政治议题相关的一些部分上 我觉得是有一些对话的空间的 在符合两岸利益的前提下 维持两岸和平稳定是大陆和台湾的共同责任 国际现实也促使两岸没有再走回头路的空间